仙兵礁的控制权 轴步的转到中方手里 菲律宾用极端手段无济于事 这期就说是这个事 中非双方在仙兵礁的争夺已经持续了几个月 中方凭借着兵力的优势 已经轴步占据了上风 不但菲律宾的4409号 4411号海警船组成的补给船队 被中方的40艘船只拦截 无法前往仁爱礁 而且菲律宾的渔民也表示 现在也无法接近仙兵礁了 看得出来 菲律宾方面对这次补给失败是相当的恼怒 按照他们的想法 不就是为了给仁爱礁送一些给养吗 按照这些惯例放行不就可以了吗 特别是货物当中 还包括纪念版的冰淇淋呢 中方这么一栏 冰淇淋不全部都化了吗 应当说 这完全是菲律宾方面的自作自受 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曾经介绍过 仙兵礁这个地方是有它的特殊性的 这里的珊瑚礁围成了一个不散太完整的泄湖 但是又足够为航船提供避风塘 菲律宾以往组织前往仁爱礁的补给任务 都是先在仙兵礁的礁盘泄湖里面 把船队集结起来 然后根据天气或海矿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再前往仁爱礁 如果仙兵礁被中方控制 那么补给任务 轮替任务的组织难度就大多了 遇到恶劣天气 很可能就无法组织 更进一步的 前往中叶岛的船只也无法中投避风 影响菲律宾对中叶岛的控制 时间一长 菲律宾可能就要放弃仁爱礁和中叶岛 那这几十年来 菲律宾在南海折腾的 所有的这一切努力都会潜不落坑 正是因为这个礁盘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菲律宾从5月份开始 就把他的9701号最先进的海警船 强行停泊在仙兵礁泄湖的正中间 企图造成长期驻留的事实 西方媒体也积极的帮助菲律宾造势 声称菲律宾是不能失去仙兵礁的 当菲律宾的海警发现中国海警 已经开始管控仙兵礁海区的时候 非方不过实力的强弱 多次直解的冲撞中国的海警船 然而仙兵礁位于实战线以内 是中国的合法领土 无论菲律宾当局如何歇斯底里 我们也不可能把主权拱手让人 根据菲律宾海警的报告 为了拦截这两艘菲律宾的海警船 中方出动了40条大大小小的船只 既然我们应有20比1的绝对的优势 又怎么可能把这两条船放过去呢 另外一个有利的条件是 现在美国海警主力 已经被牢牢的牵制在中东 在南海问题上 美国只剩下空洞的口头上的威胁了 在整个第一岛量附近 美军拿不出一个可以称作主力舰队的力量 美军的太平洋司令帕帕罗先扬 可以给菲律宾的补给船提供护航 但是至今为止 也看不到它的护航编队在哪里 日本和澳大利亚则纯粹是应付财势 这就让蒋冰青海军的05大区一直找不将对手 也相当的异闷 菲律宾在仁矮交和仙兵交跳得越高 闹得越凶 就越是给中方收复实地创造机会 既然有热点冲突 那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集结大量的船只 对相关海区进行管控 必要的时候 不排除直接对菲律宾的船只采取行动 把他们赶出仙兵交 后续是不是要在仙兵交填海造陆 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选择 在战争史上控制战略要点 导致对方前线崩溃的案例是礼件不先 仙兵交如今就是这样的一个战略要点 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而且从胶盘的条件来看 这里可以构成完整的泄湖 还有一片胶盘比较密集 非常适合填海 造陆形成一个不亚于永属岛的大型基地 今后在仙兵交这个海区 双方肯定还会有更加激烈的交锋 以菲律宾的国家实力 他们根本就不应该有非分之下